川普尔遇刺之后 黄金和比特币双双大涨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赞榜中的建策计划 一定会增加漂亮国的运算计划 跟中国的贸易战一定会加剧地缘政治紧张 并推高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 通胀压力加大 所以投资者就有了强烈的避险需求 我稍微翻译一下 简单来说呢 就算照川普尔和万斯这两个的思路 美联储必然会降息 并再次破表 然后加班加点的继续印美元 一方面是为了把政府债务摊薄 减轻政府产占压力 一方面是为了撑住资产价格的泡沫 这条路他不可能一直这么走下去 除非再来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这一次川普尔国依旧能够占据 像二战时期那样的绝对优胜地位 否则川普这条路他一定会增加 那么可能有朋友就要问 你嘚嘚嘚说这么多 这些是跟黄金的价格有什么关系呢 很简单 货币超发导致货币贬值 这就好比这把衡量价值的 就没什么特别 手边有尺子的朋友 把那把尺子拿出来 在两厘米的那个地方写上一个18厘米 美元缩水了 现在黄金和比特币双双大涨 不是他们的价值本身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是投资者预见到了川宝接下来的大放水 会进一步压低美元的价值 让黄金和比特币看起来变得更加值钱了 如果再进一步 那就是投资者看到了一场巨大的通胀海啸